被美国CNN列为世界十五大自然奇景的蓝眼泪 还有神话之鸟黑嘴端凤头燕鸥 以及猛宠明星大秋梅花鹿 马祖拥有丰富的自然生态资源 为了推广当地观光旅游 连江县政府将于台北国际夏季旅展中 透过影音及展示内容 结合农鱼特产品以及好康活动 让台湾民众认识马祖的人文及自然景观风采 我们特别是空运来台的淡菜 空运来台的刚刚大家看到的就是 台湾有双冬姐妹花的槟榔 我们是双冬茶 包含的金银花跟我们的两种的花加在一起 非常的好喝 另外淡菜是直送的 现场可以试吃淡菜 我们适应马祖特别是得到双金牌的高粱酒 当然我们也特别是农村的好物 马祖的好物有很多 我们会在现场特别为了这次的餐展 有一个娃娃机来夹马祖的好物 当然如果你在现场 你要采购马祖的相关 特别是淡菜的话 我们有特别加值 直送到台湾到世贸义馆的现场来 如果你买了我们相关的产品 有机会可以抽到马祖 这个栏杆来回的机票 我想物超所值 另外交通方面 在飞航及船班都有新航线 方便往返马祖及台湾本岛的旅客 开启全新的岛屿之旅 今年我们华信航空已经飞了 特别我们当然利潤航空 这持续一天都有十几班 还有我们星台马轮 海上的蓝色公路 那么也是非常的舒服 那么游轮的方式 那你也可以带车子过去 带你的家当 甚至于你也可以到马祖来露营 我觉得是非常的方便 那么我们南北之星 一号二号在台北港 那么也会有这样的游程 那么从台北港到马祖 两个小时又五十分钟 非常的快速 在马祖相关旅运业者 农鱼产业业者 以及马祖酒厂热心准备下 廉江县政府欢迎各地朋友 7月14到7月17 到台北世贸一馆旅展 参观体验马祖的特产 及旅游资讯 更邀请民众到马祖游玩 品味马祖独特的自然之美 记者李奇慧台北报道